连离部队正是名称叫做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最初有安全理事会在1978年3月设立 来监督以色列从黎巴嫩持军 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协助黎巴嫩政府恢复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 继2006年黎巴嫩战争之后 案例会加强了连离部队 增加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 在整个南部进行部署并提供援助 确保人道主义援助送到平民 和流离失所者自愿安全回返的任务 连离部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 其行动区被置利塔尼河南至南县 总部位于纳古拉镇 在利塔尼河与南县之间的 1060平方公里区域内设有50个据点 理论上来说 这片区域除了连离部队和黎巴嫩政府军 不应该有任何武装组织和军事基础设施 但现实情况是 离南地区成为珍珠党发射火箭弹阵地 这里几乎全被珍珠党给占领了 连离部队已经存在46年了 但离异边境冲突就从来没有平静过 此外 连离部队还拥有一支海上部署部队 海市特遣部队 其范围遍布黎巴嫩整个海岸线 连离部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协调其活动 包括徒步和车辆巡逻 截至2022年 连离部队约20%的活动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共同进行 其余活动则独立进行 自1978年以来 截至2024年7月31 连离部队已有326人死亡